田立委黃國昌和館長陳之翰 喊出公平正義就台灣26日一早 從台北賓館走到總統府 遞交邀請函給總統蔡英文 邀請他參加7月16日的凱道遊行 但訴求才說到一半 就接連接到警方舉牌警告 請勉盡速離開府前 7月7月7日離開府前 讓民眾得以通行 台灣的驅逐正義 感到失望的朋友們 可以一起站出來 讓總統 讓副總統 可以聽到大家的心聲 黃國昌質疑 執政黨從廢除集會 由刑法到施政 居住正義都未達人民期望 但黃國昌與館長陳之翰 最近都跟柯文哲走得很近 被解讀是在幫柯文哲搭舞台 我們會公平的邀請 民主進步黨 中國國民黨 台灣民眾黨的 三位總統候選人 一起來參與 也回應這一場集會的訴求 黃國昌2014年曾參加 太陽花反服貌運動 外界關注他如何看柯文哲 尚未公開的國政白皮書 曾討論要重啟服貌 這場集會號召對執政黨失望的人 柯文哲率先表態參加 侯友宜則表示支持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 詹永如 台灣台北報導 我們這一集在阻 우리� 我們今在柯文哲